我国军舰究竟是如何区别的 看懂型号技术对应的名称就能快速识别 我军目前总共拥有450多艘现役军舰 包括三艘航母 50多艘中大型驱逐舰 以及超过100艘的各星护卫舰 另外还有众多补给舰 登陆舰 两栖攻击舰 以及扫雷舰 猎潜艇和水下的常规潜艇与核动力潜艇 这些潜艇种类繁多 信号复杂 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方法加以区分 将在部署指挥 通讯联系等各方面产生问题 宁子给每一艘舰艇编个号 成为国际海军的通行做法 一般是将这一数字屠刷在舰艇的两型 因而称之为弦号 而弦号不同于型号 具有唯一性 也就是说每一艘舰船只对应唯一一个弦号 就像舰艇的身份证号码一样 通过它就可以迅速识别每一艘舰艇 特别是水面舰艇 毕竟潜水艇即是屠上弦号 由于其特殊性 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被看到 不过这倒并不妨碍 其也拥有相应的编号 以方便指挥联系 我军舰艇的型号有什么讲究吗 为何绝大部分是三位数字 首先三位数字的主要代表二级舰艇 也是在海军舰艇中占比最大的部分 主要为驱逐舰 护卫舰 以及常规潜艇和核潜艇 还有各类辅助舰船等 具体该如何区分的关键就在于第一个数字 第一个数字直接表明其舰艇类型 后两位数则辅助表示其准确性编号 比如一次开头代表驱逐舰 我国055大区的首舰 南昌舰型型号就是101 当然还有像052地形驱逐舰里的162 南宁舰等驱逐舰都是一字大头的 那具体该如何用舰艇型型号的守卫数 判断舰艇种类呢 一字不用说了 二三四开头的都比较特殊 代表的都是潜艇 分别是鱼类潜艇 常规导弹潜艇 以及核潜艇 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有 型号406的长城6号核潜艇 其曾在海军成立60周年的 海上阅兵首次公开露面 由于五字开头的便是护卫舰 比如054A型护卫舰 首舰就是弦号 530的驱逐舰 六字开头的是包括猎蜻艇 在内的反潜护卫艇 不过由于这些舰艇的反潜职责 已经被更先进的舰艇替代 其本身也基本推移 七字开头的则是导弹护卫艇 比如驻港部队还在装备的 四艘037二型导弹艇 还有弦号770的洋枪号等 至于八字开头的就相对复杂了 八字开头的几乎都是大堆位 而两位数型号的更是国之重器 海军舰长三位数型号八字和九字 开头的究竟有何特殊 两位数型号的位格更特别 这些型号与舰船名称又有何关联 型号八字开头的群舰 应该是包含种类最多的了 常见的补给舰扫雷舰 就是八字开头的 比如型号886的千岛胡号综合补给舰 和887微山胡号综合补给舰 另外像是扫雷舰 有型号805的张家岗舰的 当然远不止这些 型号873的秦学森号测量船 和型号是852的海王星号侦察船 不过以上这些八字开头的舰船中 虽然主要包括了 补给舰的非直接作战的舰船 但是有一款综合补给舰 却是以九字开头的三位数型号 那就是901型远洋综合补给舰 比如901忽留湖舰和905查干湖舰的 除此以外 以九字开头的还有我海军的登陆舰 最典型的就是071型船坞登陆舰 比如型号999的井冈山舰 当然072 073等型号的登陆舰 也都是以九字开头的 主打的就是一个能装 不过这些舰船再特殊 也比不过两位数型号的 那我军什么舰船是两位数型号的 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 就是我国的航母和两栖攻击舰 作为我军超大吨位的一级舰艇 航母是从辽宁舰的16 到山东舰的17 福建舰的18 一次排列的 而两栖攻击舰目前已经入列的 则是从型号31开始到33 分别为海南舰 广西舰和安徽舰 以及已经下水 尚未正式入列 网船命名为江西舰的第四艘两栖攻击舰 型号应该是34 当然型号是两位数的 还有一类特殊情况 就是八字开头的训练舰 比如型号81的正和号训练舰 通过对这些舰艇型号的了解 我们也发现 除了唯一的型号 舰艇还有相应的没撑 我国的航母和两栖攻击舰 一起都是以审份命名 这也造成了广大网友代表自己审份 互相推脱零际物两栖攻击舰的冠名权 因为一旦被命名两栖攻击舰 那就意味着丧失航母的命名 而驱逐舰则则是以省会或副省级大城市命名 护卫舰是以地级式命名 更小的导弹护卫舰猎潜艇 但则是以线来命名 登陆舰以大山命名 补给舰以大湖命名 各类科学实验舰船 则是我国知名科学家命名 训练舰以古代英雄人物命名 而通过一个型号对应一个舰名 可以清晰的了解和对应相应的舰船